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东周投资会 HELLO CALVIN 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国龙证券投资经理方摘 KELVIN 第一聊聊天 大家有问题就在下面留意文 就会帮大家转答和解答 我们这个时候报报史 今日行者是收报20192点 升了407点 成交今日是1464亿 一些重要资讯包括是说 股进入业绩高峰期 阿里巴巴移重组 阿里系和科技股抽升 今天就无法 怎样都是说阿里的 在重组底下 六大业务就想着分拆上市 我想今天也抽升了一成多 所以对他之后的发展 其实这个决定很重要 这个决定 看看之后 如何看待股份之后的发展 和整个科技股的办法 先说一下阿里巴巴 其实大家可以看它2022年的业务 就是一般般 其实增长速度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 其实大家都看到 阿里巴巴主要是靠淘宝 这方面的收入 之前说分拆买金服 也失败了 導致股价和业绩都停滞不前 所以这次来说 他有机会在未来来说 第一次分拆六大业务 六大业务 其实他们近年来说 其实刚才也说过 这个增长速度是减慢了 没有办法的 其实基础就越来越大 好像你不单止是阿里巴巴 连京东甚至是腾讯 其实都是减慢了很多 变回单位数字 低单位数字的增速 甚至有时候倒退的业绩 如果他未来都是靠淘宝 这些生意 其实那个前景是非常暗淡的 所以他做回好像以前 叫做腾讯 买一些这样的便宜货 买一些这样的business 然后慢慢培养 利用他们自己自身的平台 和宣传 将那个生意做大 然后就卖出去 看到之前也是 腾讯的组装 就是把美团卖出去 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他现在将自身的business 就把它分拆出来 当然了 有很大的机会释放 他们的收入 甚至提升他们的价值 但我相信 短期之内都可以做到 但是 今次的分拆 都得到内地那方面的批准 因为很老实说 他们这方面 看得很紧 因为之前也有反壟断法 搞了一轮 这次我觉得 用独立的账户 将他们分拆出来 是一个不错的上市 第一 市场也都觉得 得到中央的支持 另一方面 买金服有机会 率先在今年的下旬 就上市了 另一方面 释放出来 有不同的业务 我觉得股价有机会 真的止跌回升 所以今天大升了14% 也都站稳的 在这个 我都猜 其实之前来过 昨天 看到美股一月升月有 但是我都猜 今天会有机会回到90元 但是股价都很硬 是 企稳在95元 94元 这些位置 所以未来 如果企稳在90元以上 就是列口 希望就不会续续续補下去 希望 在列口之上 如果说 股价也有机会继续向上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股价 不过很明显 我也觉得有些超卖 其实今天有些 所以就算在高位 我叫人先走了一半 在低位再买过 大概在90元 我觉得仍然有个支持 暂时来说 阿里巴巴 我相信 要突破100元 看来就不会那么轻易 但是今天有个成交 都叫做比较大 暂时来说 90元应该可以守得住 但是要再想的话 看来 要看整个大线局势的发展 现在部署上 譬如有几个情况 没有货想买 趁这个机会 就想买 然后有货 应该现在 刚刚说 差不多时候 就可能放这些 然后再入高沽低流 老货 我都要先换90元 我觉得大概是 100天饶平均线 和250天饶平均线 这个位置 我觉得直播空间 仍然都有 因为你看到今天 只有他一只升得比较厉 就算是9618 其实也是一般般 也是先高后低 9618 现在在做多少钱 大概是159.1 也是升得不够2% 暂时来说 其他一些科技股 都还未走出阴迷 九九八八是先叫跑出 但是 你说是否认真是稳定的 在这个股价上 我觉得未必是 今天真的有些钱买了 老实说 他这件事 因为都是比较长远的 他不是一个 短期之内 可以体现到 他的股权分拆的概念出来 都是说 一年 两年的部署 所以我相信短期之内 是有些超买的了 超买的了 回落到90元至91元 然后再买了 如果有货的话 也要看着 今天都叫人96-98 这些位置 就先写食户 下回到90元 这些位置 你就再扣一扣 可以将他自己的成本降低 也是 高贵带来有差率 这个位置 就一定不要高追 起码也要去90元 这些位置再追 看看其他的科技股 其实过去一个月来说 只有京东跌了几个百分比 其他过去一月都是见升的 尤其是 刚刚说的 阿拉伯巴和腾讯 都超升 以及网易都是 都升超过一成的 那你们怎么看 科技股未来的走势呢 尤其是 现在在加息暂缓的憧憬底下 看回加息暂缓的憧憬 其实之前也说了 看到现在的银行股 现在的银行股 真的 如果再加息 真的爆了 就是了 但是你的CPI又下不了 原来都是维持6 那你说是否最后加息 我都有 就是有一个 pression mark 都叫做 因为你说的 那现在都是左右在困难 加息的话 那些银行又继续爆 是吧 你不加息的话 有CPI又扯了上去 都是 所以我都觉得 在五六月 有机会 都是加25点指的 有机会就是加大概75点指 总共 相信 都是 这个预期之中 但是你说 暂时来说 那些科技股 其实之前跌得比较狠 例如美团 今天都涨了4% 去到140元 这个股份最近来说 股价都比较大 出了业绩之后 业绩其实不差 因为 在说 最后那季 第四季 业绩 其实转亏为盈 社区团购方面 那个亏损也都 缩减了不少 导致 其实 他们的整体 performance 就好了很多 也都显示了 其实 他们的宣传方面 其实 那个 使费 是减少了不少 在社区团购 未来 我觉得 那个 宣传的使费 也都会逐渐逐渐减少了 所以来说 我都对他们 仍然都抱有一定的信心 只不过 最近来说 腾讯 也都说 派出了10日股票 给他们的散户 导致在这两个礼 这几天来说 那个股价都比较沉重 但我相信 最坏的日子 有机会 已经过去了 尾团有机会 重拾一些声势 看到 其实 他现在都要求 20天涯平均线 133元以上 我觉得 那条 10天涯平均线 有机会 继续向上下 这个股票可以看高一点 大概146至150元 仍然都有机会 因为始终 看到他的业绩 仍然挺不错的 所以我相信 他们这股份 有机会指定回升 我仍然持有 希望先升到150元 这些位置 有守望 你觉得 科技股板块当中 这个阶段 可能直播空间 比较高的 会选哪两个呢? 看回1024 其实 看回 今天就是先升就后 回回 最高 其实去到 差不多59 回落回去 大概56.25 其实看回 他这股份 都是一般般 其实走势 96-18 都是比较差的 一些大型的 科技股 我建议 都是选回 96-18 和700 这类型 始终他们的业绩 有一定的支持 我看到 雖然700 业绩 对我来说 比较差一点 收入 其实升得1-2% 可调整日理 比较高一点 但是其他股份 也不是认真 是升得很厉害 是300-800 金山软件 一举升了40元 我不建议高追 最近这类型股份 就比较厉害 升得上去40元 所以这一类型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 不过追 我就未必会追 这一类型股份 看看他的子公司 是金山软件 我们看看他的股价多少 今天看到的金山软件 是396 现在正在升417 这类型股份 你看到低了 有支持 如果买入的话 其实都可以考虑 在这些位置 3.3 这些位置去考虑 看到股价 最近来说 成交都比较大 可以选择10天 平均线 3元附近 可以少住 可以吸纳 因为看到 最近一些成交配入 也穿了之前 一个上升的区间 1月5日 曾经做过 大概3.2 这些位置已经升穿了 我相信有力 继续上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这些位置 分住去入 10日 真的要做指示 这一排 其实是业绩高峰期 我见有些业绩 譬如 必须原服务 即后就立即升了 8.6左右 最后有没有再升多些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了 还有没有说这一排业绩 高峰期有些什么 特别股份 可以留意一下呢 其实呢 其实呢 看到一些内房 即是刚才你说的内房 除了这一排之外 其他都不是那么好的了 今天来说 看到一只壁伏 真的升上去 但是内房也要小心一点 看到今天 例如2007 壁桂圆 他妈妈持平 老公884 还要跌2.4% 那内房的阴迷 看来都还未搞得定 我预计 其实年初的时候 都觉得 今次内房一定没死了 直接回升了 最坏的情况也过了 但是事已愿违 看起来 其实呢 内房 看来 销售数字还未上去之前 其实都是比较弱 而且始终 跌了这么多年 跌了两三年 都大估额的 老实说 起码 就是 去到高位 始终都是一个 比较大的估额在这里 要上去 看来内房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如你选择其他板块好 暂时来说 我看来内房 可以少住入 不过 你说要止跌回升 看来都还有一段困难 可以考虑一下 988 988 我也挺喜欢的一只股份 它最近虽然去到一些高位 但是回落 例如140多元 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吸纳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 他们的民心一言 我觉得最大受惠的一个企业 就是8度 因为它在用一些浏览器 其实配合了 它的民心一言 它变现的机会率 比其他一些企业更加大 而且它的收费模式 可以在一些合作方 甚至在一些 end user 一些 customer 都可以应用到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一点 因为它的主营 就是一些科技类的产品 所以 架轻就熟 所以虽然大家在发布会 看到一些图片 都挺恐怖的 但是我相信很快就会 相关的应用 就会占纤成熟 最初一定会有些货币 一定会影响到 但日后我相信 他们的质量 在这么多间企业 反而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8度 反而可以投尊商 8度 中长线都还可以看 不过 短线已经有点见顶 因为之前的密集 就是这个位置 大概150多元 这些位置 我相信 暂时来说 要冲破这个顶 看来都有一段困难 不如留下低位 再买一个 好一个 不如说一下 电动车版块 因为看到中概电动车股反弹 Caffrey Wood 沽货货 有减持到 好像是减持两间中概股 电动车股那些 那有没有说 接下来电动车股的走势 怎么看呢 其实你看完内地来说 减了补贴之后 真的都挺麻烦的 你看到一些 车又卖不到 现在都是纯炒作 你看到股价 虽然你说升了一些 但是呢 其实都是反反复复的 很多 例如900、600 小盘汽车 虽然今天升了3.6% 它回到1.3% 但是其实和低位 又不是升得很多 不过是30元 升了30% 那你相比其他的股份 已经反弹了 即是50-60% 其实都是比较弱势的 一些汽车股 那 今个月呢 我觉得那些汽车股 就是3月份 都不会好得去一些 那些小售 因为1、2月都做得差的 3月份都不见得好 还有没有了补贴 之后呢 真的你看到 就是内地的购买力 是差了很多 就算是强远 就是比亚迪 看到的增长速度 也有少少少 是减慢了少少的 所以它的业绩 上年来说也算是挺不错的 看到刚刚出了业绩 是吧 比亚迪 但是之后的走势 就是之后的情况 就担心点了 那它每股盈利 就是大概5.7% 但一算数 大概呢 你预计它都有30多 40倍 我觉得 不是很便宜 不太贵了 现在差不多30多倍了 美哥斯也有倍了 现在也是 所以我认为 比亚迪 暂时来说 要上升的投资 不想不下 这段时间是 是的 今天升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 它的大事升 所以它甚至是炒上去 还有业绩 叫做交到功课 但是 就是 预期数字也差不多 因为其实 已经发生的盈期了 暂时来说 比亚迪 都是在这些价位上 我相信 最尽它都在225元 这个位置 大概是50平均线 再上 看来 这个机会率 就不是太大了 买入呢 我不如等到 大概200元 这个位置的理线去入 暂时都是 暗兵不动 看看其他一些 新能源汽车 其实都不是卖得好 你看到 小鹏汽车 差不多是 5、6千架 其实在2月份的销售数字 真的比较差一点 你减价战 对它们的无利 已经买一架 亡一架 你更加要占卖的话 你自己这些 还没赚到钱 还要再减便宜 暂时买车 为了销售数量 导致它们都是 一般般的 其实都是业绩 我觉得在这个 2023年的业绩 都不会好得去哪 所以 新能源汽车 我都是主力 都是比亚迪 但比亚迪 都是一个短炒的一个 撞绑 长渣 暂时都未是时候 嗯 有什么版块 都想看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 讲完刚才一些的 版块之后 看看一些生物科技 今天有少少回落 例如606 诺辉健康 升了1.7% 它主力是做一些 癌症的研发 其实已经开始有盈利 有收入了 盈利当然还未赶得住 看到它也除了B字 所以来说 看到去年 那个亏损收窄到7900万 它的走势 虽然你看到这几天 都跌得比较急 但看到今天有些止跌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就现在有利率 就上去32-33 所以这个版块 今天是比较落后 9926 康芳 康芳 都站得穩 在1.8天元平安市 40元 这些位置 今天还在41.1 整个版块 今天都是一般般 因为资金 都流入一些 科技股 我觉得这个版块 大家可以留意 有没有机会 资金重收 我觉得始终 他們的資金一定會留在這個版本 看看什麼時候 短時間之內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是你看看一個電信股 今天做得很差的 例如7.62 中國聯通 現在都是0.7% 它都是叫做咬著那個50天要平均線 5.7這些位置 沒什麼去大升的這個股份 7.62 業績都出了 好 看到它的股價也是爆過沉沉 就沒見到什麼異樣 看看真的定住50天要平均線 5.7 如果仍然都是在這個位置之下 我建議如果有貨的朋友 無論賺同時都先走了 因為始終它現在10天要平均線 已經跌穿了20天平均線 還要磨了這麼多一天 走勢就開始不太好 已經轉轉差了 所以電信股真的一般 7.28 今天業次又升上去2.7% 不過10天要平均線 都是跌穿了20天平均線 走勢也不是太好 那叫做定得住4元這個位置 如果穿了4元的話 有機會繼續下去 所以這些股份都是不應該去進入了 所以這些電信股 我看到很多隻都開始出現回套的一步的跡象 看看基建股又怎麼樣 10000是一樣的 其實都是整個板塊 例如一個板塊是弱的 中膠建10000 高位曾經做過5.1這些位置 在較早前 但最近也回落了不少 去到現在大概5.6% 5.5% 今天還要倒跌3% 看到A股其實跌了6% 今天已經跌得少了 都是資金外流 暫時來說 基建股炒了兩會之後 看來都告一段 所以我相信 未必有機會繼續走上去 在短時間之內 又要等另一陣 炒基建也是一陣一陣炒的 暫時沒有能力再上去 那些內需 內需291 華潤啤酒 今天成交都OK 不過其實股價也是浮浪的 好一點 如果你買入的話 借了60元 防守性強的 這一輪股份 都是去到60元 這些位置 我一直的空間是有的 暫時它現在在10千元平均線 在附近 等低位再進入 這隻股份 60元進入 其實你說集5% 都是OK的 暫時來說 那些內需 今天就要 一半半 9922 959 現在都要挖著18個 1號8 大概2% 這樣就升了 這些位置其實可以試一試 大概挖著250千元平均線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好 還有少許時間 不如說一下 黃金股 因為其實黃金這陣子 是高位徘徊 雖然有些時間 有少許回調 都是上下徘徊 但是都是高位徘徊 大家都會留意一下 黃金股 有沒有怎麼看呢 那些金股 都押著一些金價 都是上升 不過你看到 其實上升最好 當然是招金 100元 100元 上升 這些位置 都會停一會 如果買入的話 挖著11元這些位置 招金的話 但是你說299元 紙金的話 其實因為它的業務 其實不只是金的 有其他的一些貴金屬 但是那些貴金屬 又不是真的認真是很賣 看到它的業績仍然是OK 去年就多賺了28% 但是看到暫時來看 紙金的話 都是在走上下波幅 沒有太大的明顯走勢 如果買入的話 挖著12.3 12.2 這些位置可以考慮 但是高位也是13.3 所以這隻貴金我就不太喜歡 其他的金屬行業 2600 2600現在在做什麼價格呢 大概在做3.8 左右都是走下波的 其實那些女業務 358銅 都說沒有什麼特別 一個是升勢 有12元升上13.2 之前來說 江西銅比較好一點 但是都未必破到之前的旺頂 大概是15.3 這些位置 所以這個板塊我也是 比較一般的 最近都是純粹金價升 是的 其他的同價 你看到其實都不是認真 說升得很厲害的 所以都是先觀察著 這個板塊我也是一般般的 雖然你看到 中國的旅遊又低了 升上去最高4.4 但是最近又在走下波 所以這類型的股份都不要入了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Celvin的解答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